六个据点就是由台中总公司以下 糖花的四个面向的本公司 刑事局警政间林明祖疑似中了电竞董作的美人计 涉嫌包庇博弈博弈集团 贪污泄密 成为警戒最大内鬼 上个月被收押禁建后 台中地检署持续搜索 一共积压七名被告 其中包含博弈集团的幕后大老板 陈正谷经常透过手机跟林明祖联系 早年靠着电玩捕鱼机还捞500亿元 后来改经营大型赌博网站 从事国内外数十种不义游戏 号称中台湾赌王 外传身价上百亿元 而他的左右手也跟着收押禁建 曾担任过电视台记者 对不起 退后一下好不好 加油 谢谢 17男子的媚婿就是台中地检署前主任检察官 现为某地检署的检察长 黑白两道混得开 17年前协助拍摄黑道帮派分子 周正宝的亮枪恐吓影片 引发社会骚动 不但被搜索约谈 还连累电视台主管下台 退出媒体圈后 从商多年竟然被博弈集团吸收 成为得力大将 卷入林明祖泄密案 再度占据媒体版面 记者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中部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